哈喽各位好欢迎回到稀奇我是大超 在1942年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在一个被日军占领的缅甸的乡村 一个叫做爱婷的本地女人 目击了一位日军的厨子被炸死的惨烈的场景 而30年后当地人都传言 爱婷的女儿马婷正是在此殒命的日军厨子的转世重生 这件事传播到吸引了很多精神病学家教授 这其中就包括斯蒂文森的主意 然而斯蒂文森教授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转世实力背后的真相啊 远不止一个男人的灵魂转世到一个女人身上 那么简单越发觉越不可思议 这个诡异的转世故事咱们还得从头说起 斯蒂文森原本毕业于加拿大的医学院 之后到路易斯安那大学州立大学担任精神病学的教授 到了1957年39岁的他 被任命为弗吉尼亚州精神病学会的主席 成为了州历史上最年轻的主席 名利双收 然而从那以后这名精神病学教授呢 却并没有继续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深耕 而是名上了一个30年代兴起的新兴学科 叫做超心理学 所谓的这个超心理学就是采用科学方法 对一些超自然现象或者是宗教心理进行研究 包括宾死体验啊轮回啊出体啊前世回溯啊传心术啊预言术等等 也就是说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那些用科学当时解释不了的东西 然而由于超自然现象解释不了又存在着争论 主流科学界普遍不认可超心理学是一门科学 但是执着的斯蒂文森教授还是一头就扎进了这个学科 他每天都能收到一大堆关于像意念力啊灵异事件啊转世啊投胎啊重生现象的来信 而斯蒂文森教授也非常认真对待这些来信 他把这些看作是学术交流 转眼到了70年代 斯蒂文森教授在超心理学方面投入的是越来越多 不但自己对超自然现象钻研的不亦乐乎 甚至还成立了超心理学的部门 着迷了一大批的同好 斯蒂文森教授支持非主流科学的举动 很快吸引了一批同事的不满 不少人写信给校方反对斯蒂文森教授公然利用学校资源 做类似这种伪科学研究 那斯蒂文森教授如此的痴迷超心理学 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确实对这些超自然现象有着浓厚的兴趣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的难言之意 为什么这么说呢 原来啊他的妻子的孩子出生不久 便夭折了 痛苦的记忆很长时间萦绕在斯蒂文森教授的脑海里 从那以后他就开始拼命的探究 人是不是真的有灵魂 是不是真的能转生投胎这些问题 他的内心深处呢始终抱着一丝希望 如果转世的现象被科学证实属实 自己夭折的孩子也能转世成人 带着这样的期许 斯蒂文森教授更加痴迷的投入到超心理学研究 当然他还没有丢掉学者的严谨精神 在他看来过去很多报道的这种无数转世的案例呢 都是转世者自己主动说出来的 缺乏有力的证据支持 他迫切的想找到一个让人信服的 能够被证实真实性的转世案例 而在1972年一位来自缅甸的同事们 偶然听说了自己老家一个古老小镇上 流传了一个转世案例 他在吃惊之余 很快把这个案例告诉了一门心思 钻研超心理学的斯蒂文森教授 斯蒂文森教授呢 听完这个案例顿时是喜出望外 他第一时间就收拾好行李 赶往日军厨子转世发生的这个村庄 在他看来 一个改变人类文明 重塑人类认知的时刻 就在眼前了 1972年斯蒂文森教授抵达了缅甸 那个与世隔绝的村庄 开始调查转世案例 马亭此时已经长成一个19岁的大姑娘 尽管听说马亭是日军厨子转世 但是他的形象依旧让斯蒂文森教授吃惊不少 只见他是身材壮硕 留着短发乍一看 这不就是个男孩吗 在向马亭一家说明来意之后 斯蒂文森教授开始了自己的研究 他在大致了解了马亭的前世今生之后 开始了自己的观察和分析 他开始通过各种细节 想努力论证 马亭就是那个二战被炸死 厨子的转世的合理性 他首先发现 村里人之所以对马亭是日军厨子转世 这件事情深信不疑 一部分是源于本地人对日军没有什么好感 虽然二战期间 缅甸村民最初对打着从美帝国主义手中 解放亚洲旗号 入侵缅甸的日军是抱有好感的 但之后他们很快发现真相 这帮人跟英美殖民者比起来 那是半斤八两 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 作为少数和日军保持良好关系的马亭一家 村民们向来都是敬而远之 村民的疏远和莫不关心 似乎也正是马亭想要的 据周围人讲述 马亭从小就和别的女孩不一样 他从小就喜欢男孩酷爱的那些玩具 比如说喜欢穿军装 他还喜欢扮作拿枪的士兵 跟孩子们玩打仗的游戏 这些举动被周围人和斯蒂文森教授 统统解读为马亭的前世记忆 而接下来斯蒂文森教授 要用一些所谓的科学方法去论证 他先是用心理学上的一个测试 对马亭进行测试 这个测试原本是用过测试孩子智力的 但是斯蒂文森教授想知道 马亭内心到底是怎样的 马亭很快在开导下释放了自己 他在一张纸上画出了自己内在的形象 那就是两个肌肉健硕的男子 这幅画在斯蒂文森教授看来 马亭内心住着两个人 而且全部是男人 用来说明他前世是一个日本兵 来解释 很合情合理 不过作为严谨的科学论证 斯蒂文森教授也提出了假设 关于日本兵的故事 马亭很有可能是从老一辈人那里碰巧听说过的 到访问结束的时候 斯蒂文森教授跟马亭一家告别 马亭似乎是常常输了一口气 这一次拜访 斯蒂文森教授虽然没能够直接证明 马亭转世的真实性 但是也没能否认他的案例 所有人都感到很满意 包括斯蒂文森教授自己 但是作为一个远道而来的美国教授 斯蒂文森教授并不清楚当地的情况 事实上马亭并不是当地第一个 闹出日军士兵转世案例的人了 之前当地有不少村民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 都会宣称自己是日本兵转世 当社会上对日本兵评价很好的时候 这些人就会受到优待 当评价的风向转变之后 这些所谓的日军转世者就会遭到残酷的对待 最惨的当属于附近村子 一个宣称自己是日兵转世的小孩 被村民们揪出来给活活的烧死了 但是无论当地的风气怎样 斯蒂文森教授始终没有怀疑过马亭转世的真实性 相反在那以后 斯蒂文森教授一有机会就会回到缅甸 找到马亭继续研究他的案例 在两人更熟悉之后 马亭透露了自己更多的细节 他说自己现在没有一套衣服是女装 而自己的前世就是那个日本兵 因为过去不尊重女性 因此这一世转成了女人 算是报应 之后马亭还向斯蒂文森教授透露 自己童年就会时不时说一些别人听不懂的语言 这些情况周围邻居也都亲眼证实过 然而究竟小时候马亭说的 听不懂的语言到底是不是日语 当地人也听不出来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五 奇怪的是马亭说随着自己逐渐长大 已经不想回到日本的家了 前世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 他看到飞机也不再害怕 家里食物也不再难吃 虽然自己小时候是非常喜欢吃日本料理的 但只不过说的越多 破绽越多 斯蒂文森教授问来问去 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 始终得不到答案 那就是马亭所说的前世日本兵的名字是什么 为什么每次问到这个问题 从来答不上来 他再一次追问了这个问题 马亭先是称自己已经不记得了 之后呢 马亭的母亲爱亭又出来 向斯蒂文森教授讲述了自己怀孕的时候 北日军士兵亡灵托梦的细节 不久之后 马亭的家人和朋友都来到了家里 所有人一起见证了一个让人震惊的时刻 那就是斯蒂文森教授逼问马亭 让他看着自己的眼睛 说明自己身份和身世 在斯蒂文森教授的步步紧逼之下 承受巨大压力的马亭终于是崩溃了 他哭喊着不断重复着这样一句话 说杀了我吧杀了我吧 然而在这个殉道般的请求后面 马亭又附加了一个条件 说杀了我 请确保我来世做个男人 到这里斯蒂文森教授不再逼问 那一刻他已经坚定了自己的判断 虽然没有实锤证据 但是他坚信马亭说的转世事情 绝对是真的 回到美国之后 斯蒂文森教授把马亭的材料 仔细整理一遍之后归档 他认为马亭身上的转世案例 合情合理 或许自己等不到彻底揭开谜底的那一天 自己同行和继任者一定能够办到 之后他把马亭的案例整理成了论文 在科学社区发表 立刻也引起了轩然大波 论文中 他引去了村庄的名字和马亭的真实姓名 号称是为了保护研究对象的隐私 但让人出乎意料的是 这个发现不但没有成为伽利略般的 划时代的伟大发现 反而受到科学界同仁的一致口诛笔伐 这个被他给予厚望 拯救自己职业生涯来研究成果 最终弄的是一地鸡毛 转眼到了自己88岁的时候 斯蒂芬森教授带着对超自然现象揭秘的 无限神网离开了人世 离此之前 他决定做最后一个关于转世的实验 他将所有关于转世的案例资料 当然也包括了日本士兵转世的小女孩 马亭的档案都锁在一个保险箱里 并且还留下遗嘱 知道打开这个箱子的办法只有自己 因此理论上只有转世了的自己 才能够打开这个箱子 如果某一天这个箱子真的被打开 那么箱子里所有的转世案例 都将被证明是真实的 转世现象也是真实存在 那斯蒂芬森教授这个转世档案 一直到今天还依然被牢牢的锁在那里 在他死后 同行的学者们终于可以综合各方的信息 为马亭的转世案例做一个合理的分析 人们先是发现一个不为人知的事实 那就是1981年 当初给斯蒂芬森教授提供 马亭转世案例素材的那位缅甸教授 回了老家 打听了马亭的情况 才知道 他已经离开了那个村子很久了 人们更是挖出了一个猛料 那就是那些年 马亭一直偷通的使用一个男性化的名字 还剪了短发 身穿男性的服装 一度跟亲戚说自己想要参军 因为他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男人 并且他已经过上自己向往的生活 交了女朋友 彻底的从内到外 把自己变成了男人 故事说到这里 谜底其实已经揭晓了 那就是斯蒂芬森教授 在研究马亭的案例的期间 也提出过质疑 他怀疑马亭是一个有性别认同障碍的人 生为女儿身 但是内心却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男生 但是在这方面 斯蒂芬森教授却并不是专家 加上本人他更倾向于转世论 他最终还是认同马亭的说法 认为他就是那个日君厨子的转世 然而真实情况应该是 马亭很小的时候 便从老一辈人那里 听到了一些关于日君士兵转世的故事 恰好自己又有性别认同障碍 或许是为了掩盖自己藏不住的男性表现 避免遭到村民的敌视 又或者为了给自己内在的这个男人身份 找到一个合理解释 马亭给自己就安了这么一个 日君厨子转世到自己身上的故事 马亭不过是一个从小利用日君转世的故事 掩盖自己性别认同障碍的女孩 庆幸的是在经历一个神秘诡异的转世故事 并且安全的长大之后 马亭最终远走他乡 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只是所有人想知道的是 斯蒂文森教授的那个保险箱 到底有没有机会被再次打开